第106 回 黃希鳳志鑊譜修慘 賈太君土天宵禍患 話說賈靜民之賈母危急 即望進去看時 見賈母驚客棄逆 黃夫人 鴛鴦等換醒回來 即容疏棄安神的軟弱伏了 漸漸的好詩 指示傷心樂淚 賈靜在旁圈威 總說 事兒子們不肖 招了和來 雷老太太受驚 若老太太寬慧 兒子們的罪孽更重了 賈母道 我活了八十多歲 自作女孩而起 到你父親手裡 都托著祖宗的福 從沒有聽見過那些事 如今到老了 見你們躺惑受罪 叫我心裡過得去摩 倒不如合上眼 隨你們去罷了 雪像 又哭 賈靜此時著急而上 又聽外面說 請老爺 內庭有信 賈靜急忙出來 見事不正王府長使 一見面便說 大喜 賈靜謝了 請長使坐下 請問 王爺有何遇指 那長使道 我們皇爺同西平郡皇進內覆咒 將大人的懼怕的心 感激天恩之話都代咒了 主上 請問 並念及貴妃合逝美久 不忍家序 著家恩仍在公布懸愛上行走 所封家產 為將假捨的日觀 如驅級還 並傳使令盡心功職 為抄出借券 令我們皇爺查核 令我們皇爺查核 如有為禁重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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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蓋照例入觀 其在定例生息的 同仿地文書 進行吸環 假戀著隔去即咸 免罪釋放 假證聽筆 即起身叩謝天恩 又拜者王爺恩典 先請長使大人代為品謝 命神道決謝 命神道決謝恩 並到婦女合逢 那場使去瞭 小婷 傳出紙內 承辦官津紙一一查清 入官者入官 吸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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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假戀放出 所有假戀 下男婦人 等造賊入官 可憐假戀 屋內洞西 除將案例放出的 文書法級外 其餘雖未盡入官的 早被查核 的人 盡行搶去 所存者 此有家伙物件 假戀 此則具罪 後蒙釋放 已是大幸 及想起歷年積聚的東西 並奉者的體己 筆下七八萬金 一朝而盡 枕得不通 且他父親現甘在錦衣服 奉者病在誰危 一時悲痛 又見假證含淚叫他 問道 我因官是在身 不帶你家 故叫你門夫婦總你家事 你父親所謂 故能勸奸 哪寵你盤剝 究竟是誰乾的 況且非渣門 這樣人家所謂 如今入了官 在銀前 是不打緊的 這種聲名出去 還了得嘛 假戀 貴下雪道 質疑辦家事 並不敢傳一點私心 所有出入的帳戶 自有賴大 吳新登 大娘等登記 老爺 老爺 只管叫他們來查問 現在這幾年附內的銀子出多入少 雖沒貼寶在內 而在各處做了好些空頭 求老爺問太太就知道了 這些放出去的帳 連質疑 連質疑也也不知道哪裏的銀子 要問周誰 旺而才知道 假正道 據你說來 連你自己屋裏的事還不知道 哪些家中上下的事更不知道了 我這回也不來查問 你現今 你無事的人 你父親的事和 你真大哥的事 還不快去打聽打聽 假戀 一心委屈 含著眼淚 含著眼淚 搭應了出去 假正嘆氣 連連的想道 我祖父勤勞皇時 立下公分 得了兩個勢職 如今兩仿飯事 都隔去了 我朝這世 自抖摩一個掌進的 老天啊 老天啊 我賈家何知一拜如此 我需蒙聖恩格外遂詞 吸還家產 哪兩處食用自認歸並一處 叫我一人哪裏之撐的主 方才戀而所說 更加詫異,說不但夫上無銀,而且尚有虧空, 這幾年竟是虛名在外,只恨我自己為什麽糊塗弱恥, 躺惑我諸宜在世,尚有綁秘,保育須大,更是無用之物, 想到那裡,不覺淚滿意金,又想,老太太夜大年紀,兒子們定沒有自能奉養一日, 反類他嚇得死去活來,種種罪業,叫我諱知何人,正在獨自卑前, 只見家人稟布各親友進來看後,假正一一道謝,說起,家門不行, 是我不能管教子侄,所以自此,有的說, 我諱知靈興社大老爺行事不妥,那邊真個更加嬌重, 若說因官是錯誤,得個不是,於心無愧,如今自己鬧出的, 倒帶累了以老爺,有的說,人家扭的也多,也沒見如是參奏, 不是真老大得罪朋友,何自如此,有的說,也不怪如是, 我們聽見說是府上的家人同幾個泥腿在外頭空洋出來的, 愈是恐參奏不實,所以康了這類的人去,才說出來的, 我想府上對下人最寬的,為什麽還有這事,有的說, 大凡無才門是一個樣活不得的,今而在這類都是好親友, 我才敢說,就是專家在外任,我保不得你是不愛淺的, 那外頭的風聲也不好,都是無才門鬧的,你該提防些, 如今衰說沒有動你的家,躺或再遇著主上意心起來,好些不變呢? 假正聽說,心下著忘道,眾會聽見我的風聲怎樣? 眾人道,我們須沒聽見實對,只聞外面人說你在良道任上, 怎麽叫門上家人要淺? 假正聽了,便說到,我是對得天的,從不敢起這要淺的念頭, 只是奴才在外招搖撞騙,鬧出,是來,我就吃不住了,眾人道,如今怕也無益, 只好將現在的管家門都嚴嚴的擦一擦,若有抗主的無才, 擦出來嚴嚴的扮一扮,假正聽了點頭,便見門上進來回憶品說, 酸姑爺那邊打發人來說,自己有事不能來,著人來潮潮, 說弟老爺該他一種銀子,要在兒老爺身上還的,假正心內憂悶, 只說,知道了,眾人都冷笑道,人說令親孫少祖混帳,真有謝,如今將人抄了家, 不但不來朝漢幫補照應,到趕忙的來要銀子,真真不在理常,假正道, 如今且不必說他,那頭親是元是家興配錯的,我的侄女兒的罪已經受夠了, 如今有朝我來,正說像,只見涉科進來說道,我打聽錦衣虎照堂官必要照如是參的辦去, 只怕大老爺和真大野吃不住,眾人都到,而老爺,還得是你出去求求王爺, 怎麼挽回挽回才好,不然,這兩家就完了,假正答應之謝,眾人都散,那時,天已點燈時候, 假正盡去請假母的看,見假母略略好聲,回到自己房中,埋怨假戀夫婦不知好歹,如今鬧出風障取離的事情,大家不好,方見鳳姐所為,心裡狠不受用, 鳳姐現在病重,知他所有雜物,盡備抽搶一光,心裡鬱極,一時未便埋怨,暫且隱隱不然,一夜無話, 遲早假正盡內謝恩,並到北正王府,西平王府兩處求謝,求兩位王爺照應他哥哥,質疑,兩位應許, 假正又在同人相好處托情,且說教練打聽德父兄之事不懇妥,無法可思, 只得回到家中,平而守著鳳姐哭入,秋童在以房中抱怨鳳姐,假練走近旁邊,見鳳姐閻閻一息, 就有多少怨言一時也說不出來,平而哭道,如今事已如此,中西已去,不能復來,奶奶這樣,還得再請個大夫調節調節才好, 假練修道,我的聖命還不保,我還管他多,鳳姐聽見,睜眼一朝,雖不言語,那眼淚流過不盡,見教練出去,便與平而道, 你別不達事無聊,到了這樣,你環顧我做什麼,我巴不得今兒就死才好,只要你能夠眼裡有我,我死之後,你扶養大了巧者兒,我再陰師裡也敢擊你的,平而聽了,放聲大哭, 鳳姐道,你也是聰明人,他們雖沒有來說我,他必抱怨我,雖說事事外頭鬧的,我若不貪財,如今也沒有我的事, 不但是枉費心計,爭了一輩子的強,如今落在人後頭,我只恨用人不擋,彷彿聽得那邊真大爺的事, 說事強尖良民妻子為妾,不從逼死,有個聖章的罪女頭,你想想還有誰,若是這件事審出來, 渣門二夜是脫不了的,我那時怎樣見人,我要即時就死,又擔不起吞金服毒的, 你到患邀請大夫,可不是你為顧我,反倒去了我了嗎?平而越聽越慘,上來實在難處,恐鳳姐自尋短見, 只得緊緊手帳,恨假無不知底細,因近日身子好歇,又見假證無事,寶玉,寶差在旁,天天不離左右,略覺放心,蘇來醉痛鳳姐,便叫鴛鴦, 將,將我看幾東西拿些給鳳丫頭,在拿些銀錢交給平移,好好的服侍好了鳳丫頭,我再慢慢的分派, 由命皇夫人照看鳳營夫人,由家遼寧國府帝入官,所有財產房地等並家無等區造賊修盡, 這女假無命人將車植了由氏婆息等過來,可憐喀喀寧婦,只剩得她們婆息兩個並佩奉,鞋亂二人,連一個下人無有, 賈母子出房子一所居住,就在昔春所住的奸壁,又派了婆子四人,丫頭兩個服侍, 一應飲食喜居在大廚房內分送,衣群雜物又是賈母送去,靈性需要亦在廚房內開銷, 驅照榮婦每人愈禮之數,那假謝,假憎,假容再敢依附使用, 將房內實在無項可知,如今奉者一無所有,假戀放有多債務滿身,假正不知家務, 只說,已經託人,自有照應,假戀無計可思,想到那親戚旅頭, 涉兒媽家已敗,王子藤已死,如在親戚須有,驅使不能照應, 只得盡謀警察下屯,將地某站賣了數千金,作為監衷洗費, 假戀如此一行,那謝家務見主家世敗,也便秦此弄鬼, 並將東莊遭遂也就自名借用謝,此事後話,暫且不提,且說假無見祖宗世即隔去, 現在子孫在監質審,迎夫人,由事等日而提哭,奉者病在誰危, 須有寶玉,寶妻在則,只可假勸,不能分憂,所以日而不寧, 思前想後,眼淚不乾,一日傍晚,叫寶玉回去,自己雜爭坐起, 叫鴛鴦等各處佛堂上香,由命自己院內焚起豆香, 容拐煮著,七道遠中,虎柏之士老太太拜佛, 鋪下大紅斷煎拜店,假無上香跪下,合了好嬉頭,念了一回佛, 含淚足告天地道,皇天菩薩在上,我假門史事,虔誠討告, 求菩薩慈悲,我假門數世以來,不敢行空把道,我幫夫坐子, 雖不能為善,亦不敢作惡,必是後輩兒孫嬌此報日,報天天物, 以致合府抄檢,現在兒孫監禁,自然空多吉少, 佳由我一人聚業,不教兒孫,所以自此,我今即求皇天保佑, 在監逢空化吉,有病的早早安身,總有合家聚業, 情願一人聚當,只求饒舌兒孫,若皇天見年,念我虔誠, 早早賜我一死,寬免兒孫之罪,默默說到此,不禁傷心, 呼呼善善的哭欲起來,鴛鴦,珍珠一面解圈,一面扶進訪去, 只見皇夫人大了保育,寶差過來請晚安,見假無悲傷,三人也大哭起來, 寶差更有一層苦楚,想個歌也在外監,將來要處缺, 不知可減緩否,雍姑雖然無事,眼見佳葉蕭條,寶玉依然封傻, 毫無哲氣,想到後來終身,更比假無, 王夫人哭得更痛,寶玉見寶差如此大動,她亦有一番悲怯, 想的時,老太太年老不得看,老爺,太太見此光景,不免悲傷, 終者梅峰流云山,一日少此一日,追上在園中任司起舍, 何等熱鬧,自從臨妹妹一死,我屈滿到今,又有寶姐姐過來, 未便時常悲切,見她幽興師母,入夜難得笑容, 甘見她悲哀欲絕,心裡更加不忍, 竟毫濤大哭,鴛鴦,彩雲,更宜,襲人見她們如此, 也各有所思,便也污煙喜來,如這丫頭們看得傷心, 也便陪哭,竟毫人解惠,門屋中哭聲驚天動地, 將外頭上野婆子客方,急報於賈政之道, 那賈政正在書房納悶,聽見賈母的人來報, 心中著亡,非奔盡來,遠遠聽得哭聲甚中, 打量老太太不好,急得雲怕驅喪,疾亡盡來, 只見錯著悲堤,神魂方定,說是老太太傷心, 你們該勸解,怎麽的邪打火而哭起來了, 眾人聽得賈政聲氣,急忙止哭,大家對面發症, 賈政上前安慰了老太太,又說了眾人幾句,各自心想道, 我們原恐老太太悲傷,故來勸解, 怎麽忘情,大家痛哭起來,政治不解, 只見老婆子大了時候家的兩個女人進來, 請了解無的看,又向眾人請安不便說, 我們家老爺、太太、姑娘打髮我來, 說聽見虎女的事,願沒有什麽大事, 不過一時受驚,恐怕老爺、太太煩惱, 叫我們過來告訴一聲,說這女兒老爺是不怕的了, 我們姑娘本要自己來的,因不多幾日就要出國, 所以不能來了,假無聽了,即便道謝,說, 你回去給我問好,這是我們的家混合該如此, 成你老爺、太太惦記,過一日再來風借,你家姑娘出國, 上來你們姑娘是不用說的了,他們的家計如何? 兩個女人回到,家計到不怎麽著, 只是姑娘長的很好,為人有和平,我們見過好幾次, 看來與這女保義也差不多,還聽得說, 隨情學問都好的,假無聽了,喜歡道, 渣門都是南邊人,雖在這女住久了, 那些大規矩還是從南方禮儀,所以新姑爺我們都沒見過, 我前而幻想起我娘家的人來,最痛的就是你們家姑娘, 一年三百六十天,在我跟前的日子倒有二百多天, 混得這摩大了,我願想給她說個好女婿, 又為她叔叔不在家,我又不便作主, 她繼續發配了個好姑爺,我也放心,月女出國, 我願想過來吃杯喜酒的,不料我家鬧出這樣事來, 我的心就像在翼鍋裡我的此的,那女能夠再到你們家去, 你回去說我問好,我們這類的人都說請安問好, 你提令告訴你家姑娘,不要將我放在心裡, 我是八十多歲的人了,就死也算不得沒福的了, 只願她過了門,兩口子和信,百年到老,我便安心了, 說像,不覺掉下淚來,那女人道,老太太也不必傷心, 姑娘過了門,等回了久,少不得和姑爺過來請老太太的看, 那時老太太見了才喜歡呢,假無點頭,那女人出去,別人都不理論, 只有保育聽了,心裡想道,如今一天一天的都過不得了, 為什麽人家讓了女兒到大了必要出嫁,一出了嫁就改變, 使妹妹這樣一個人,又被她叔叔硬硬硬著配人了,她將來見了我,必是又不理我了, 我想一個人到了這個沒人理的份兒,還活著做什麽,想道那女, 又是傷心,見假無此時太安,又不敢哭泣, 只是悶悶的,一時,假正不放心,又進來朝朝老太太, 見事好些,便出來傳了賴大,叫她將合府女管事家人的花名賊紙拿來, 一齊點了一點,隨去假捨入觀的人,尚有三十余家,共男女以百十二名, 假正叫現在府內當差的男人共二十一名進來,問起歷年居家用道,共有藥肝進來,該用藥肝出去, 哪館總的家人將近來之用保子情賞,假正看事,所入不敷所出, 又加連連宮女花蓉,將上有在外浮者的也不少,在查東省地租,近年所交不及早上一半, 如今用到比早上更加十倍,假正不看則已,看了急得躲腳道, 這料不得,我打糧須事戀儀管事,在家自一把池, 豈知好幾年頭女,已就人年用了某年的, 或是這樣裝好看,竟把勢積綜綜綜當作不打緊的事情,為什麽不敗呢? 我如今要就省見起來,已是遲了,想到那裡,背著手度來度去, 竟無方法,眾人知假正不知理家,也是白粗心著急,便說道,老爺也不用招心, 這是家家這樣的,若是統總算起來,連王爺家還不夠,不過是裝著門面,過到那裡就到那裡, 如今老爺到底得了主上的恩典,才有這點子家產,若是一併入了官, 老爺就不用過了不成,假正親道,放屁, 你們這班無才罪沒有良心的,像著主子好的時候, 任意開銷,都弄光了,走的走,跑的跑, 頑固主子的死活嗎?如今你們道士沒有查封是好, 那知道外頭的名聲,但,本而都保不住, 幻覺得著你們在外頭之假指,說謊, 康人騙人,告鬧出事來,王主子身上一推就完了, 如今大老爺與真大爺的事,說是家門家人包義在外傳播的, 我看這人口賊上並沒有包義,這事怎摸說,眾人回到, 這包義是不在賊黨上的,先前在寧府賊上, 為二爺見他老實,把他們兩口只叫過來了, 及至他女人死了,他又回寧府去,後來老爺衙門有事, 老太太,太太們和爺們往寧想去,真大爺替李家士帶過來的, 以後也就去了,老爺數年不管家事,那女知道這些是女, 老爺打量賊上沒有名字的就只有這個人, 不知一個人手下親戚們也有好幾個,無才還有無才呢? 假正道,這還了得,想去一時不能清理,只得渴退眾人, 早打了主意在心裡了,且聽假社等事審得怎樣再定? 一日,正在書房就算,只見一人飛奔進來說,請老爺快進來聽問話, 假正聽了,深下著望,只得進去,未知空吉,下回分解。 很快充目 enos度十分時間 給你看兒打請 散 Export 放松 鱊